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中国禁闻 美国一个非盈利组织全球金融诚信10月25号发布报告说 仅去年一年中国的资金非法外流总额高达6000亿美元 而且数额还在持续增加中 全球金融诚信的研究说 过去11年来总共有3.8万亿美元流出中国 报告说不断增加的非法外流资金 在中共领导人换届的时刻 使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危机火上浇油 广东汕头市居民丁振中 上周以不死鸟的网名在QQ群组 转发了海外网站发表的江泽民脑死亡消息 上周五他被警察抄家并带走 警方以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罪名 判他行政拘留10天 拘留日期至11月1号 但是10月26号他意外提前获释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丁振中认为他被提前释放 应归功于众多网民的关心 报道引述丁振中的话透露 丁振中被拘留后 他的妻子詹采云透过微博 将整件事情向外界披露 并公布了有关负责人的电话号码 很多网民和民众致电公安局 及政府部门为他鸣不平 当局非常紧张 派人照詹采云谈话 要求詹采云将发出的内容全部删除 但詹采云要求对方必须放人 和归还电脑主机 10月26号 甘肃又有一名藏人 以自焚方式表达对中共统治的抗议 美国之音引述人权组织 自由西藏新闻发言人伯蒙的话说 24岁的拉莫德森 星期五在甘肃夏河县自焚身亡 目前他的遗体已经送回了他的村庄 大批保安人员也被派到了这个地区 伯蒙说这是10月里第10名自焚的藏人 而自焚事件接连发生 警方对提供所谓策划自焚信息者 给予现金的奖励 伯蒙表示没有任何信息表明自焚者的行动 有其他人参与策划 他担心由于中共警方的悬赏 可能会有人被无端指称参与策划自焚 浙江宁波市镇海区市民反对 二甲本化工专案的行动已经进行了五天 据当地民众反映 抗议活动还在继续扩大 参与示威的市民陆续增加 网民还发起周末大规模的示威行动 声称目标人数是数万人 而宁波当局也严阵以待 以防范大量民众聚集 镇海区当局已经下达了通知 所有政府机关周末正常上班 以维持稳定 好观众朋友 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时事经文 深呼之后 感谢观看